哦 万众期待的植物盆栽评测再次归来了 前两集呢 小伙伴们的评论是热火朝天 都想看稀有的植物盆栽啊 什么毁灭菇啊 火龙草啊 等等的那些 那么废话说 第一款盆栽呢 就是我们植物界最最最最英俊的男神 火龙草 火龙草的外观 想必不用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吧 怎么说也是一名高人气选手啊 猪鼻子 大眼睛 还有这性感的小细脖 哎 真是迷岛千万少女啊 啊呸 是迷岛千万植物啊 火龙草出的登场于 植物大人山是二代 那时候 它可是有着 杀手的称号 挥手之间 便是猛龙过疆 所以 别看咱们的火龙草帅 实际上 人家可是实力派 条件没有 杀气 来 实际上手耍一耍 火龙草的一技能是 瞬间移动 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主要是为了保证咱们的灵活性啊 咱们的普通攻击是火焰吐息 伤害非常的高 不仅如此啊 如果打开二技能开关 那么咱们的普通攻击 就变成防御性火焰 焰烧周围的一切敌人 有了它 咱们远程进程都不虚啊 三技能是大招 火力发电 也是火龙草威力最强的技能 这么大的光束 基本上触之即使啊 你们看 火龙草的本身火焰威力 已经是强的惊人了 小将士们 一秒钟都没办法在火焰中存活下来啊 二技能火焰防御 趁着将士们围攻我 我趁机测试一下二技能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嘛 本身我的防御力就比较低啊 但是有了这个技能 将士们 根本就没办法接我身啊 火力发电 瞬间秒杀 走到远处的将士 你也逃不掉的 火龙草的伤害还是太低了 从来说 伤害十分 但是防御力啊 我只能给一分了 好 下一个植物盆栽 第二款呢 给大家测评的植物是 豌豆盆栽 小小豌豆 大大能量 激光豌豆 在植物大战将士2里面的实力 大家知道不 那是呼风唤雨 雷壁风行 那么 在华尔战争这里面 它的实力如何呢 开整 激光豌豆 普通估计是火热雷射 威力 呃 头紫色的粘液 喷在僵尸脸上 瞬间让它失去移动的能力 哎 不好 又是它 二级人 激光扫射 可恶啊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好好介绍一下技能呢 这太委屈了吧 重来 二级人是 激光扫射 刚才简单释放了一下 就算是激光豆的看家技能 威力很强 距离也很远 非常好用 很烦这个血怪啊 一直偷袭我 让你看看我的三技能 啊 这个豌豆盆栽的防御力 怎么能低到这种程度 很烦 重来 一口烟烟 拉开距离 现在让你看看我的三技能 啊 不重要了啊 真的 三技能什么的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现在啊 看到这个豌豆又头疼 真的很菜很弱啊 不玩了 下一个 第三个植物 必定是我们的重头戏 传奇白菜 相比于普通的拳击白菜 他双手会发光 我心有点慌 帅气投筋 别具匠心 小小奖牌 不是废柴 哎 这种气质不凡的白菜 想必也是个实力派 走起 耍一下 看我的 豌豆拳 哎 没拳都可以打出一个豌豆啊 哦 还有 气功拳 一拳一个气波 远程手段非常多啊 还有大招呢 菜派气功 哈哈 帅呀 再来一下 一下子消灭一大片 豌豆拳 豌豆拳 气功拳 搞定 再来一个气功拳 看我 拳拳到肉 让你尝尝 浪家拳法 呃 总感觉今儿 不是盆栽的问题啊 感觉是今天 浪个有点小菜啊 哈哈哈 好了 小伙伴们 那么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大家还请看浪哥 玩什么盆栽呢 欢迎在频道里留言告诉我哦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